第15題,我們看這一題的話應該一看就知道蠻清楚的要用什麼來解題 第一個,我們看這一顆球從這個位置擺下來 擺下來的時候當然它會得到一個數率叫做V 這個問題當然我們很快的可以判斷它是用力學能守恆 也就是說m減少的重力位能會轉變成它自己增加的動能 它的位能少掉多少呢?我們只要看它的高度降多少 現在這一條繩子呢,長度是L對不對? 然後這個前面是2分之L嘛,1比2比根號3 然後從這邊再往下算這一段又是L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顆球所降的整個高度應該是2分之L再加上L 所以mg下降的高度等於2分之1mv平方對不對? mg下降的高度是2分之L加L 好,那現在呢,我們把這個底部的速率呢,把它計算出來 好,小m消掉,2消掉 所以很快我們就得到底部的速率V等於根號3GL 好,這個不是答案啊,答案它要問你呢 落到最低點的時候,長感的張力 好,我們看它落到最低點的時候在做什麼事呢?好 現在落到最低點的時候,這顆球在幹嘛? 它在做質量m半徑L速率4根號3GL的圓軸運動對不對? 好,所以它需要多少相性力?答案是r分之mv平方 好,所以相性力公司要記熟 再來我們看呢,到底是什麼力把它拉向圓心? 第一個一定是,我們看它在底部的時候受幾個力? 第一個,重力 第二個叫做桿子的張力 好,所以是誰把它拉向圓心呢?答案是t-mg 好,那再計算一下 m,左邊應該是3mg 右邊是t-mg 所以最後算到張力是4mg 也就是球的質量的4倍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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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